平时蛋白质补充不足的民众 或许可以去新加坡一趟 尝尝这几道创新的昆虫料理 在点和国农粮组织的推广下 新加坡政府也认可昆虫 成为永续肉类替代品 日前批准了16种昆虫 包含蟹蟀 炸蒙 面包虫以及餐 等可上餐桌贩售 消息一出让当地不少餐饮业者 陆续推出创意十足的新菜品 虽然这家餐厅老板 对自己开发出的餐点信心十足 但新加坡想要扩大 民众对昆虫料理的接受度 可能还得再加把劲 不过也有民众表示要是昆虫的营养成分更高 他愿意支付高达台币将近千元的金额 来品尝这些料理 而业者则声称这些进口昆虫的成本不容小觑 大概占菜品定价的百分之十 因此这也成为新加坡推动昆虫料理普及度的一大障碍 蔡立新闻视频报导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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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